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在厦门登场 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代表大会致辞 再度表达反台独立场 团结统一是乎 分裂动荡是祸 台独分裂是离 破坏台海和用人 导致台海兵凶战略 只有坚持一个渡过原则 和九二共同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和外来干涉 才能确保台海和用人 两岸关系紧绷之际 王沪宁并未在今年开幕式上 再丢会台大礼包 仅琢磨去年在大会上宣布的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会替再入台包陆续提供 有感的政策 会台力度明显区域保守 开幕式前王沪宁与国民党副主席 连胜文也特别会见 海峡两岸关系近年来的一些 动荡引起扶 应该可以更加证明 国民党对于两岸关系 所坚持路线以及做法 才真正能够为台海带来 和平跟稳定 同时也为两岸的同胞谋求福利 对陆委会惊咬海峡论坛 是统战平台金门立委 陈玉珍特别停下脚步 我觉得他不要想说 这个文化统战 也不要这么没有信心 觉得来这里就会被统战 真的不说我们也可以互相影响了 针对两岸十分关心的 金门湖姓调克滞留事件 陈玉珍提到趁海峡论坛 已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谈过 会先让家属过来 尽快争取快返台 正先陪于 厦门采访报道